你有试过偏方吗 应该很多人小时候 都有喝过登大廊的中药汤吧 说是喝了可以帮小孩长高 而且每家中药行 还有不同的秘密配方 喝了真的有长高吗 但你也没办法说它一定无效 所以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家长 宁可信其有 让转股药还是挺流行的 可别以为只有华人会相信偏方 在美国也有人信 最近美国有一款药就卖得很好 叫做雷帕梅素 这原本是一种治疗器官移植排斥 淋巴癌或是乳癌等特定癌症病患的药物 这几年却有越来越多美国人自己买回家吃 有些人还一次就买了一年份 但这些人没得癌症也没有器官移植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年纪大了 买雷帕梅素适当保健食品在吃 认为可以延年益寿 吃了就能够多活几年 这里要先强调一下 雷帕梅素是合法药品 但目前没有医学证实它对延长人类寿命有帮助 大家还是要遵照医生的处方用药 所以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相信偏方 真要乱吃药对身体没问题吗 大家好我是范琦菲 欢迎收看范琦菲的特别看世界 先来认识一下这个雷帕梅素 Rapamycin它的起源 这要回到1964年 有个加拿大的探险队 去致力的复活解讨 Rapaneui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 复活解讨有听过吗 就是有摩埃石像的那个 摩埃石像长这样 当时队伍从岛上带回了200多个土壤样本 加拿大的药厂研究员进一步分析之后 发现了一种新的抗真菌的化合物 它就将这种新药以复活结导 命名为Rapamycin 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之后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在1999年就核准了雷帕梅素 作为免疫抑制系 起初是用来抑制肾脏移植之后 因为免疫系统反应 而产生的皮肤癌等病变 根据医学期刊《癌症新碳》 这几年又陆续有实验室发现 这种药物可能可以抑制胰脏癌 乳癌 肾护腺癌等癌细胞的生长 因为这算是很新的一种标靶治疗药物 许多临床动物试验 人体试验都还在进行当中 《华尔街日报》报道 除了有针对癌症的医疗实验之外 研究老化的科学家也发现 雷帕梅素可以抑制哺乳动物细胞生长 有助于预防慢性发炎及清除受损的细胞 有机会延缓癌症或其他老化的疾病 目前有研究显示 雷帕梅素可以延长酵母菌 乳虫跟苍蝇的寿命 《女卫时报》报道 2009年的老鼠实验也发现 吃了雷帕梅素胶囊的老鼠 寿命延长9%到14% 我们之前报道过延长狗狗寿命的钥匙提过 目前也有多个团队也在研究雷帕梅素 是不是对狗也有用 相信许多养过宠物的人 都会希望自己家的狗狗能够多活几年吧 别说狗狗了 如果人可以多活几年 你难道不想试试看吗 其实我不想了 但我想我可能是少数意见吧 《华盛顿邮报》就报道 住在纽泽西州77岁退休的会计师桑德勒 就是长期服用雷帕梅素的人之一 他原本也不相信这种未经医学证实的药物 如果他还年轻可能会再等等 可是他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等人体实验了 所以就决定自己当白老鼠 在过去几年来 美国有越来越多人跟桑德勒一样 明明没有生病 却把人体的自然老化视为一种慢性疾病 而且开始定期服用雷帕梅素之类的药物 当作保健品试图对抗衰老 也让雷帕梅素的医疗商机跟市场持续扩大 其实这跟近几年新奇的生物骇客风潮有关 大家通常听到Biohacking 就会想到什么在皮肤下面执晶片啦 帮自己打针之类的 这种都是极端案例 其实Biohacking就是利用科学方法提升身体的素质 所以像是有人会去测自己身体缺什么元素 吃各种的补充剂 或是喝防弹咖啡 在房里面加装紫外线灯之类的 都算 对很多人来说 雷帕梅素在细胞及动物实验上似乎能够抗衰老 那试试看也无妨 另外网红名人加持也让雷帕梅素越来越红 像在网络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 77岁养生作家乔普拉 是雷帕梅素推广者之一 他声称自己每周会服用6毫克的雷帕梅素 并且搭配其他保健食品跟瑜伽运动 作为他的长寿秘诀 在Instagram上面拥有一百多万粉丝的 51岁医学专家阿提亚 也是推广者之一 他的网站教大家要如何用饮食控制 有氧运动 改善生活作息等方法维持长寿 也会开雷帕梅素给病人抗衰老 去年阿提亚还出了一本书 卖出超过一百万册 非常的畅销 他反对传统医学有病才吃药的观念 鼓励大家要用更积极个人化的方式维持身体健康 他认为当有越来越多的患者需要这种预防性的医疗 医生也就需要因应市场做出改变 根据华邮的调查 全美有超过24家医疗机构 把雷帕梅素作为抗衰老的治疗药物 价差很大 但在网上买大概是每周10块美金左右 一位纽约州的医生 甚至把雷帕梅素称为医学史上最重要的药物 过去6年 他大约使用雷帕梅素治疗了1500人 不过多数医生跟医疗专家 还是对尚未经过足够人体试验的药物 吃保留的态度 也担心乱吃药有副作用的问题 在服用雷帕梅素药物治疗器官移植的患者当中 一些最常见的副作用就包括高血压 高胆固醇 口腔溃疡跟肾功能丧失 但知识认为那是因为服用的剂量过高 只要降低剂量跟服药频率 就能够减少副作用的发生 不过医生警告 目前没有人知道适合健康人类服用的剂量是多少 而且过度服用雷帕梅素 可能会导致生殖功能受损 胰岛素阻抗 免疫力下降等问题 德州大学长寿跟老化研究所的所长就认为 人体的药物耐受剂 疾病跟反应方面 跟老鼠有所不同 无法相提并论 曾经参与开发雷帕梅素药物的药品工资执行长曼尼克就说 目前没有人真正知道雷帕梅素正确的剂量 服用了时间 服用了风险 更对人体的好处 他认为有一天人类能够从无数的实验中获得答案 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巴克衰老研究所执行长维尔丁也说 虽然雷帕梅素具有很多特性可以支持他作为一种抗老 延长人类寿命的药物 但不该现在就把它推荐给民众 因为雷帕梅素无法取代运动跟饮食 对健康的帮助 人们也不应该期待有一种药物可以替代健康生活 成为长生不老药 66岁维尔丁自己也有在服用雷帕梅素 他说自己用尽最有可能保持健康 尽可能延长寿命 雷帕梅素只是其中之一 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很多人来说 如何克服死亡是一辈子的挑战 但对我来说 我一点都不希望自己活得很老 但我希望自己到最后一刻都还活蹦乱跳 罗伯头最近才跟我说 他希望他是听着自己最爱的音乐 跳舞跳过头 心脏病突发死的 我完全同意这是完美思法 所以你如果跟我说 雷帕梅素可以让我活到100岁 对我不灵了 但你如果跟我说 雷帕梅素可以让我多骑两年马 我马上就去买来吃 所以今天我想要问大家 如果医生告诉你 有一个可能有用的药 你会想要尝试用用看吗 留言告诉我 今天特别感谢刘博人院长协助审稿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te Day官方账号 再去美女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te Day 估计栏目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淇梅的Today看世界 天文点精选择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镜 今天我在纽约 正好碰上美国呢 在封日时 我也凑热闹 跟一群朋友就去屋顶 混了也有一个小时吧 纽约是没有全日时 但也有90% 只差一点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朋友拍的照片 因为都要戴很黑的眼镜 所以看起来 蛮像是在没有星星的晚上 再看只剩下一点点的月亮 我是没有很多人说的什么 很震撼啦 很感动啦 But 日时的时候 的确天空是有变暗 而且温度也降低了 还是蛮有趣的啦 比较重要的 应该是若干年后 朋友们会说 记得那一年 我们一起追日时 回到今天的正题 今天讲的故事呢 是发生在西非国家 狮子山共和国 25岁的阿布 原本是个才华洋溢 梦想有朝一日 能够夺下格莱美奖的年轻人 但英国的Channel 4报导 自从一年前 他遇上了Kush 就完全无法专心读书 也没办法作词作曲 最后甚至被赶出家门 只能跟其他上千名 跟他同样处境的人 在垃圾堆里面过日子 这个Kush 我们姑且把它翻译成库石吧 它是一种高度成瘾性的合成毒品 每周在狮子山要夺走几十条人命 不止阿布 22岁的阿哈吉 原本想要当医生 但两年前抽了朋友 给他立根库石 从此上瘾 这样的年轻人 在狮子山多到数不完 首都自由市 有不少地方 都可以看到他们聚在一起 衣衫不整 歪头耸肩 像僵尸一样站着 不然就是漫无目的的转圈 有的动也不动地倒在地上 一些人吸毒之后神志不清 有的人自残 有的伤人 很多出了意外死掉了 这个库石到底什么来头 里面成分居然有人骨 大家好,我是范姬肥 欢迎收看范姬肥的《自内看世界》 根据NPR 库石大概在六年前 首次在西非出现 然后就火速地蔓延整个地区 如果在美国听到库石 指的是一种大麻 但西非的库石跟库石大麻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是一种药物的大杂烩 目前不清楚 一开始到底是谁 发明这种鬼东西 根据目前化验的结果 库石里面通常含有鸦片类的药物 比方说芬太尼 强力止痛药驱蠻多 这两种是最常见的成分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鸡胃酒里面的鸡酒 剩下的就靠创意了 里面的成分究竟是什么 有时毒贩自己也搞不大清楚 有的毒贩还会就地取材 发明独家食谱 随意添加各种磨碎的配方 而且里面的成分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变一次 例如前一段时间流行家 对就是拿来防腐的那一个 还有大麻或是消毒剂 但过去几个月来 有传言指出人骨 竟然也成了配方之一 天罗4报道 真的会有人去敲破墓穴 把死人骨头挖出来抹粉 留下一堆空荡荡的棺木 自由市至少有上千个墓穴都被闯过门 我们知道大麻多半会让人放松 芬太尼会引起快感 驱马多是会令人谎哭 浮马铃也就是甲醇 有可能引发幻觉 但是加人骨能干嘛呢 不知道 不光是我不知道 医生也不知道 当地的医生推测 可能是因为人骨含有瘤 据说可以产生嗨的感觉 特别是直接吸入高浓度的时候 另一种说法是 如果死者刚好就是芬太尼或驱马多的使用者 吸食他们的骨灰可能也会有用 不过英国的电视科学教授澄清 两者都不大可能 骨头里面的瘤含量并不高 而且这样吸食恐怕只会吸入二氧化瘤 另外骨骸中残留的任何药物含量 都比能够让人嗨的剂量低太多了 真的不要再乱搞了好吗 每日电薰报指出 这种药物是由犯罪团伙制造并且分销的 每支售价大约是五粒昂 差不多八块台币 一支可以供两到三人使用 但每天要消耗四十根 等于台币325元 这在毒品界应该算是相当平价了吧 问题是狮子山是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人均国民所得大概才510美元 这是大概台币1.6万多一点 这里说的是一整年的收入哦 一本一就知道 酷食算是一笔沉重的开销 但他们甘愿掏腰包也说明这种毒品的成瘾性 加剧问题的还有两个因素 先看需求面 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半岛电视台指出 狮子山的青年失业率将近60% 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三块美金 很多人生活压力大 就把酷食当作避风港 一名成瘾者告诉NPR 他们社区里八成的年轻人都在吸酷食 德国之声说 染上酷食的几乎都是对未来失去希望 毫无梦想或报复的年轻人 这也是为什么 大多数的成瘾者是18至25岁之间的男性 但偏偏酷食的药效来得快去得快 成瘾者通常得要一根接着一根 所以他们清醒的时候 就必须在垃圾堆里面或臭水沟里面 努力翻找值钱的 像是金属之类的来变卖 但拿到了钱又会立刻变成酷食的形状 好让他们逃避这些不堪的生活 有很多性工作者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或是接客容易点而染上毒瘾 然后又把收入的至少六七成 拿来买毒一根解千愁 就这样恶性循环 取得容易也是家具问题的原因之一 酷食明明就是非法的东西 但却在光天化日下买得到 搞得跟买菜一样稀松平常 当地有毒贩说 虽然知道卖这些就是在害人 但他除了贩毒之外 也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了 当地一家医院里面85%的病患都是酷食食用者 还有成因者产下的宝宝出现了戒断症状 像是抽搐跟骚痒 这让专家们担心 年轻族群全部被毒害 书不念了 工作也不做了 国家会失去生产力 有NGO成员就说 如果这个毒品未来十年一直在狮子山 这个国家的年轻一代将会完全被抹去 由于毒品泛滥对整个国家构成了生存威胁 狮子山总统比欧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红博社报道 比欧在电视演书中表示 这种毒品造成的威胁规模 跟十年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相似 当时的疫情导致狮子山 以及邻国吉内亚跟赖比瑞亚 至少1.1万人死亡 由于边境管制松散 吉内亚跟赖比瑞亚毒品问题也同样严重 几百个年轻人窝在一栋楼里面 从早稀到晚并不是罕见的事 那政府说到哪里去了呢 由于成分复杂 酷实本来就很难对付了 当地资源匮乏 又让反毒雪上加霜 目前是三政府根本不知道 毒因者的确切人数 也不清楚死亡的人数 分配给各单位的资金也非常有限 应该说是少得可怜 国家禁毒执法局的主管卡格勃说 他们单位整年能花的钱就只有5万美元 连一名美国弃毒局官员的平均年薪都比不上 而且钱明明要花在刀口上 实际上却都花在各种宣传活动上 比方说派装了大声工的警车 在街头巷尾播放歌曲 警告大家酷实有多危险 尽管目前没有官方死亡人数 但一位医生告诉BBC 最近几个月 自由市已经有好几百名年轻人 因为酷实引发了器官衰竭而死亡 这种毒品也会对心理健康造成危害 但43全国却只有一家病院能够处理 从2020到2023年间 跟酷实相关的住院人数暴增了40倍 另外根据WHO的数据 43人口840万人 整个国家却只有5名精神科理医师 赖比瑞亚由一名资商师告诉德国之声 政府反应会慢这么多拍 恐怕是因为一些政府官员 根本就是贩毒产业链的一环 他们从中分一杯羹 甚至有国会议员涉入其中 所以才会故意白烂 这么穷的国家 政府没资源的情况之下 要控制毒品扩散恐怕是很困难的 但今天这个故事 我最重要的take away 不是染毒就没救了 而是任何国家 如果没有办法给年轻人希望 这个国家大概也没救了 欢迎大家来谈谈 台湾的环境 有没有给我们年轻人足够的希望呢 留言告诉我 TODAY看世界的YouTube频道 开放超级感谢的功能 就是斗内了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做更棒的内容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当然就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估计来幕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饭学的TODAY看世界 天问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师 我们年轻人 上月底大批的中国网友 在同一时间集体翻墙 干嘛呢 追一剧 追的是Netflix芯片三体 我们因为预先把清明廉价 特地开世界都录好了 所以我虽然在美国呢 也跟着放了几天价 我也追了 如果你对三体不熟 简单说一下 就是中国最有名的科幻小说之一 翻成了几十种语言 书迷遍布全球 改编翻拍的过程 不但一波三折还闹出了命案 负责谈改编版权的中国律师许瑶 2020年把买下三体版权的老板林奇给堵死了 电视剧上架了隔天 许瑶就被判了死刑 另外今年初中国拍的腾讯版三体抢先上架 评价还不错 所以中国网友都想看看 外国人会翻拍成什么样子 网非三体的标签 在微博上一天就有1.7亿的观看 虽然也是有好评 但不少中国网友才看了第一集前五分钟就很怒 批评根本是魔改 抛召大家一起给负评 这些人到底在气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饭飞 欢迎收看饭局的today看世界 我们还是维持不剧透的好习惯 只讲预告影片段 三体简单讲 就是外星人某一天接到地球发送的讯号 正好自己的星球待不下去 就想搬来我们这边住 预计400年后抵达 人类则是要想尽办法 避免家园被占领 好就讲到这里 一推出之后 三体马上登上第一名 社群上也热得不得了 讨论超级多 中国的作品全世界在看 这不是很好吗 中国网友觉得很不好 让中国网友不爽的是一开场的那五分钟 这五分钟其实很关键 外星人一开始 为什么会接到讯号 跟这场戏息息息相关 基本上没文革没外星人 这五分钟 演的是文革时期的批斗大会 里面有许多经典口号 知识分子被公审当场打死 家人为了自保撇清关系的桥段也很写实 有助美国的观众 拿给曾经经历过文国的奶奶看 结果奶奶说真实到勾起不好的回忆 先说一下虽然文革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 在中国大家会尽量避开 比方说之前有网友做了三集的懒人包 只用红色时期或是你知道的那件事来代替 好像佛地魔 腾讯版的三体也没有名讲 所以得要花更多的篇幅铺陈主角的动机 但文革在中国并不像六四那样 是连讲都不能讲的禁忌 所以Netflix版重现历史事件干嘛生气呀 但中国网友不这么想 批评文革场景根本是外国人拍来辱华的 有网友在微博上就骂 Netflix版的三体根本就是迎合西方喜好 为了一点醋包了顿饺子 这意思就是Netflix为了黑中国 大张旗鼓地拍文革丑态 还故意放在最前面 并没有故意好吗 作者刘慈欣本来就是要把文革放开头的 只是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怕过不了神 才把中文版的文革场景塞到后面 其他语言的版本都是一开始就讲文革的 也有人骂前五分钟特别用心拍 后面演的都是屎 也有人算不意外啦 反正灾难源头都是中国的 拯救世界都是英美的 这个不满又蔓延到影片的选角 有人直问援助场景是在中国 主角群也都是中国人 到了Netflix版怎么就变成联合国啦 最机车的是只保留了反派的中国角色 当然在知乎上也有比较理性的评价 有一位网友就说 中国官僚系统是中国的特色 美国人总是无法掌握其精髓 那个台词少了点举理举气的感觉 总之中国人对这一段就是不够满意啦 其实自己国家文学作品被翻拍到全球 本来是值得骄傲的事 要这三体在科幻界的地位 可以说是中国之光 书中虽然讲是全人类一起对抗外星人 没有要特别分哪个国家比较厉害 但第一个跟外星人沟通的国家是中国 发展出高科技武器的也是中国 2014年翻成英文版在美国上架 隔年就拿下科幻文学大奖余国奖 欧巴马祖克勃都是书迷 但这一次Netflix版上映 不但网友骂当局也一片静悄悄 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中国日报 只提了一下三体援助多受欢迎 解放军新闻网站中国军网则说 这明明是中国的故事 美国却用政治正确当借口悬角 还把场景搬去英国 是想打击中国的文化影响力 行使文化霸权 讲来讲去就是因为文革场景 让当局即使想推也是绑手绑脚 但其实三体2008年正式成册出版的时候 对文革场景的描述比演出来还要多 为什么出版的时候没事 现在就被骂成这样呢 香港晋慧大学教授朱颖告诉金融时报 这些批评啦顾忌啦 都源于习近平上台之后 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 大家变得很敏感 只要讲到一点中国的负面历史 就过度反应 纽诗的专栏记者也说 网友反弹这么大 显示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的审查跟洗脑 已经严重扭曲民众的认知 连看个剧都要鸡蛋里挑骨头 鸡毛蒜皮的事都可以被无限放大成乳滑 不然就是外国恶意针对中国 但真实的历史是怎么回事 大家反而没兴趣管 再加上当局对于文革的相关资讯 避重就轻 很多人想了解也找不到管道 也有专家说 如果三品是现在才要出版 不管文革放哪里都不可能过神 跨街日报指出 政府过度审查 伤害的是自己的文化影响力 7090年代到2000年左右 中国的创作在国际上赢得不少奖项 而且中国的科幻文学 外国人是很爱看的 翻译三题的译者刘雨昆就说 科幻小说领域多年来 一直是西方作家主导 但中国因为独特的社会及政治结构 激发了许多作家的创意 而且中国自己的发展 就像科幻小说情节 比方说去哪里都要生物辨识 发文踩到当局红线 就会自动被核线 科技成了国家压迫的工具 这都是黑镜等影集才有的场景 但中国作家可能十几天就写出来了 他在三体英文版之后 又陆陆续续应要求翻译了 十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 其中包括五部长篇小说 以及五十多部短篇 BBC也指出 中国的科幻文学 七零年代才起步 八零年代一度被扣上 精神污染与臭名 到现在全球累积许多读者 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但过去十多年来 剧本小说的审查越来越严 不够爱国的都不要 让中国作品很难打入全球市场 不只是审查研 连过去的作品也会被拿出来过度解读 刘慈欣几年前接受纽约客访问时 正好碰上中美贸易战 跟美国卡华为的技术 电数中三体对于地球人做的事有点类似 就被问是不是神预言啊 吓得他直说 没啦 我写小说 就是要逃离现实世界 不要乱解读 刘雨昆也说 他翻译的时候也要越来越小心 会尽量注意不要踩到线 以免给作家们带来麻烦 我自己是觉得 想要不知不觉的扩大影响力 软实力很重要 你在科技军事上跟人家争 就很容易被当作目标围堵 但你看美国的Disney 韩国的KPOP韩剧都在无形中 把自家文化推广了全世界 中国明明有大好机会 却常能把一手好牌打烂 本来三体应该是帮中国加分的 但看到玻璃性的中国网友 反而变成扣分了 老是要强逼别人用你的思维看事情 又要别人对你有好印象 就有可能吗 你看到三体了吗 喜欢Netflix的处理吗 欢迎大家来谈谈 别人告诉我 你如果喜欢对节目 感谢分享也更多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有媒体把中文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当LINE Today国际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导 欢迎订阅的特地看世界 天文理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职业大师 我们远远见 一讲到台湾的老人年金或是老保 我认识的年轻朋友们几乎是人人义愤填膺啊 像我们家的携手引金 刚出社会的时候薪水两万五公司就发了张纸 问他要不要自行提拨6%当劳退 满60岁可以申领 他想说好吧就当存钱扣就扣吧 结果几个月下来 实领薪水都只剩了两万出头 缴完房租 富完生活费 孝亲费 全身上下最紧的就是手头 他连忙把自行提拨取消了 反正媒体业卖干卖肾 大概活不到那个时候吧 不如把薪水先拿到手再说 他的一个朋友也在问 收到催缴国民年金的单子了 阿布教会怎么样吗 失业就已经够残了 还要被惩罚吗 现在都吃不饱穿不暖了 根本想不到退休去太远了 这样的场景在台湾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觉得很熟悉 但同样的场景现在在中国也上演了 最近开始有中国的年轻人拒绝存养老金 他们认为即使现在存了 未来也不一定拿得到手 年轻人不愿存养老金 中国会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好 我是FanTV 欢迎收看范雨的特别看世界 陶是来自中国的90后 目前处于失业状态 提到中国希望年轻人要存养老金的政策 他说自己没有信心 未来可以领到手 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执意的人 中国社群网站知乎上就有网友计算 正常退休的情况下 养老金从80岁开始回本 但这名网友认为自己大概活不到80岁 再加上通货膨胀 延迟退休等问题 其实很难回本 总之中国网络上有不少年轻人都认为 现在缴纳养老金是不值得的 这个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 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养老危机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 在2028年 也就是4年之后 养老金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到了2035年 养老金就整个耗尽了 部分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省份 像是黑龙江省 其实早在2016年就淡尽粮绝 以上数据是2019年的预测 在疫情之后 真实情况恐怕更糟 我们先来讲一下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缴纳养老金 第一 没有信心 在未来10年中 由将近3亿目前年龄 在50到60岁之间的人士将正式告别劳动纲位 他们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年龄组业 几乎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 这一代人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印记 就是他们曾经被计划生育影响 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在某些发达的大城市 可能是8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 但是在贫穷落后的地方 就是两三个年轻人就要养一个老年人 根据专家计算 到2050年的时候 1.5个年轻人就要养一个老人 换句话说 年轻人现在缴的养老金 是在供养目前的退休老人 但是等自己退休的时候 谁来养呢 随着不断下降的出生率 到时候有没有那么多劳动力 第二 没有闲钱 中国的养老金系统分为三个支柱 简单来说就是国家雇主跟个人 三方力量一起出钱 第一种是强制性的公共计划 在领薪水的时候就自动扣掉一部分 这一种覆盖面积最大 后面两种都是自愿的 人数比较少 在失业率高 收入不稳定的时候 领薪水都是问题了 被拿去当养老金的部分 当然也会减少 不是年轻人不想缴钱 是他们真的没钱啊 也有年轻人说 你年轻薪水高 家庭条件好 根本不用缴 薪水低的 每个月就那么一点点钱 将来养老金相对少 也不必缴 第三 自由选择 现在的工作模式也发生了改变 之前大家都比较讲究铁饭碗 而现在是自由职业时代 很多年轻人都会尝试在网络上工作 或是自己创业 像直播啊 带货啊 当博主这一类 算是一种另类的创业 由于没有固定公司跟薪水 在缴付养老金的时候 也多了选择的自由 很多人认为养老也可以依靠别的方式 还有另一个现象 很多年轻人都提到 自己家里领退休金的长辈 他们的退休金比自己薪水还高 有人干脆就辞职 在家做全职儿女 照顾家里还有领退休金的爷爷奶奶 对于老人而言有孩子陪伴比请看护放心 孩子照顾家里长辈也比去上班开心多了 收入高 时间自由 听上去很不错对不对 可是另一边 在中国东北部的辽宁省 省会沈阳 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超过65岁 这本来是一个工业大省 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工厂已经荒废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到大城市打工 留下来的都是老人 住在这里的曹姓夫妇 虽然已经年近六十 但还能够再干个五年 他们依靠种植玉米为生 可是随着玉米价格被打下来 他们的收入也受到影响 五年后万一夫妇俩生了病 或是发生紧急状况就惨了 他们的孩子已经搬走了 但就在不远处 可以常常过来看他们 曹姓人说 等他年迈卧床的时候 其实会成为孩子的负担 与他们同乡的一位85岁老人 没有养老金 全靠儿女供养 儿子女儿轮流付一个月的生活费 BBC的分析就说 中国这几代人以来 依旧是需要依靠孝道 来维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但是现在这一群不结婚 不生育 拒绝内卷 决心躺平年轻人 将来谁来为他们的晚年生活负责呢 27岁的凯撒里说 他跟他的朋友们 有时候会讨论未来 大家开玩笑说 可能孤独终老 死在家里 这个话听起来很悲观 但是现实是真的很残酷 2023年 中国出生人口 进一步减少到902万人 比2022年时 还少了54万人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人口统计学者 易富贤告诉BBC 2023年出生的902万人 到了2050年 正好是27岁 成家立业的年纪 而2050年那个时候 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人 开始满60岁准备退休 预计将会有2500万人 哇这很多耶 你整个台湾的人口耶 这一批年轻人 正是今天出于各种原因 不愿意缴付养老金的年轻人 这样看来 这些年轻人的顾虑 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棘手养老金的问题 要怎么样解决呢 首先是从国家的层面 中国赢取养老金 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养老金必须要缴满15年 第二是达到退休年纪 目前中国退休年纪 是50到60岁之间 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强调 未来要延迟退休 缓解养老金的压力 但这个方式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延迟退休 只会让老年人继续卡着职位 导致年轻人就业问题更难解决 年轻人没有班上 老年人无法休息 很多年轻人吐槽 该生孩子的时候 父母都还没有退休 根本难以指望父母帮忙带孩子 该父母养父母的时候 自己又还没退休 父母也指望不上自己 结果越忙越乱 另一方面 有部分人养老金没有缴满15年 政府也会开放一次性的补齐机会 让大家可以一口气缴纳 让养老金系统可以快速的回血一波 但这种方式是饮症止渴 如果补齐的费用太高 普通家庭无法负担 如果费用太低 那很快就回本 还是要继续领更多 最后国家只能办强制的 要求年轻人缴负 把养老保险跟医疗保险绑定在一起 新生所谓的无险一金 逃都逃不掉 但是强制要求无险一金的前提是 年轻人要有工作啊 所以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 经济不好 失业率高 养老金见底 生育率低 人口老龄化 每个问题环环相扣 如果能够解决其中一个 就可以有改善 但现实往往就像滚水球一样 越滚越大 中国的年轻人不愿意缴养老金 表面上是在说 我对养老金制度的未来不看好 但若是再看深层一点 很多人在说的 其实是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不看好 不是只有中国如此 包括台湾 包括很多西方国家 很多年轻人也都在问同样的问题 这个国家到底值不值得我的投资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感谢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帐号 推荐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伴学的 Today看世界 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堵世界大事 我们年见 最近艺人黄紫娇被查出 持有七步的儿哨性影像 也坦承影像是来自非法论坛 创意私房 被罚了120万元台币 写了篇道歉文 两年内表现良好就可以不用被起诉 这处分已经惹怒很多人 再看到一些说他只是不了解 影片取得来源的护航文 真的是很想翻白眼 问题不是影片从哪里来 而是根本就不该买 台湾的法规是 无正当理由持有儿哨性影像 最高可以处一年有期徒刑 并科罚金30万 这在我看是罚得蛮轻的啦 因为在美国光是持有 最高就能判处10年监禁 会罚这么重 就是因为被拍摄的未成年人 身心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买中影片就是在助长歪风 当然应该要罚重一点 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如果影片中的未成年人 是AI移花揭幕的身为影像 或是透过输入文字 用AI生成的假画面 那持有或是散播算不算犯罪 美国最近就来讨论 性侵法令够吗 管得到吗 大家好我是范琦菲 欢迎收看范琦菲的特别看世界 这件事要从去年10月说起 纽泽西州的一所中学的女生 发现班上的男生下课 就偷偷摸摸凑在一起讲悄悄话 答得怪怪的 几天之后有个人终于忍不住爆料 你们的裸照被传来传去 原来是班上某个男生 在社群平台上抓了照片 用APP合成裸体图到处发送 受害者至少有30人 其中一名受害者曼妮说 她是被叫去副校长办公室 才知道自己的假裸照满天飞 但当时校方跟她说 不要太紧张 男生们是用Snapchat传的 这个APP主打的就是看完吉山 但她还是提心吊胆 万一有人截图呢 而且虽然校方说原始图片已经删了 谁知道删掉前有没有传到其他地方 更夸张的是 罪魁祸首被停学处罚 大概两周之后就回学校 一副没事的样子 校方也只提供心理咨询 写信提醒家长教育孩子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不少受害者都很生气 做合成照的人散播的人 都应该要负法律责任吗 并没有 因为目前无法客观 其实美国早在28年前就通过法案 除了规范制作散播或持有儿哨性影像的人 要怎么罚 还把电脑合成的儿哨性影像也当成真的来办 不过当时还没有AI 大部分电脑合成都是用传统的软体以划接木 当时立法议员说 就算影像内容不全是真 还是有可能刺激到恋童癖 孩子就危险了 没想到2002年 最高法院认为这管太宽 最高法院说这法律是为了保护儿童 没有涉及真正性剥削小孩的影像 法律的限制不应该一样 而且光是有可能诱发恋童癖这个理由 也不够充分 因为没有真的动手 所以最后就以6比3 裁定法律违宪 依照最高法院这个说法 目前只有制作或持有真实的儿哨性影片 才算犯法 电脑生成不算犯法 这就让FBI抱怨 他们常常在网络上查到一堆 AI生成的非法影像 但因为目前的法律只针对真实的儿哨虐待 及性影像 如果是AI做的代表主角的身体 实际上并没有受了伤害 所以即使照片很露骨 还是算假照片 案子经常办不下去 美国许多检察官也发现这样不行 联署要求国会把AI生成也列入管制范围 刚刚提到的受害女学生曼妮 则是跟着妈妈上片的节目受访 要求国会立法 目前有两个相关的提案在国会代声 另外未成年人要不要负法律责任 也应该列入讨论 像是曼妮的案子就是青少年犯案 之前西班牙还有个小镇 传出女学生的头 被合成裸照疯狂转发 涉案人中年纪最轻的竟然只有12岁 最大的也才14岁 目前立法不完善 这些犯罪多半靠社群平台在抓 因为儿少性影像 最常透过即时通讯软体互传 例如脸书的Messenger就有专门的监控小组 跟演算法 抓出非法内容标记 删掉影像 并且回报当局 成效还不错 2022年通报的3200万笔资料当中 超过六成都是Meta通报的 但这些用户被抓到烦了 就干脆转去用Telegram啊 Snapchat这些加密软体 Meta为了跟其他业者竞争 去年12月宣布未来也要加密讯息 除了发送人跟收件人 包括Meta在内的第三方 是没办法看到内容的 除此以外 最近Meta还缩编了内容监控小组 原因是网络非法内容怎么抓了抓不完 被抓了的还会来抱怨 你为什么只抓我不抓他 目前还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干脆不抓了 这就被执法单位骂了 你们这些社群平台怎么可以丢一句话 去拍拍屁股走人呢 害他们未来办案越来越困难 从漫年案子可以看出 目前美国社会对主角的头是真人 身体是街上去的身为影像 都有共识觉得应该要罚 毕竟当事人是会受到影响的 但如果连主角都是AI生成的假人 这怎么办呢 你看最近AI推陈出新 用文字下指令生出来影像根本真假难辨 但背后其实细思极恐啊 AI的学习资料哪来的 就是网络啊 有研究人员告诉美年社 以前AI生成儿少性影片的时候 多半是先去找未成年人的照片 再去找成人情色内容拼在一起 属于DFact 做出来的影像还不大自然 但最近他们发现 儿少性影片已经入侵了AI的学习资料库 不管是真的也好 身为的也好 都让AI做出更真实的影像 英国的NGO网络观察基金会 去年调查也发现 完全由AI生成的儿少性影像 呈爆炸式的成长 短短一个月内就有超过脸万张 被PO上暗网 主角从婴幼儿到青少年都有 影像中的人虽然是AI生成的假脸 但可以看出有些轮廓酷似某童心 或是真实儿少性影像的主角 只是用AI加个工来增加定罪的难度 透过使用者的指令 在各种场景能做出不同姿势 或是表情非常病态 网络上甚至有共享资料库 按月订阅就能够抓照片 自己创造数百张的新图 而且过程只要几秒 比身为还要简单 有执法人员说 这类AI直接生成的影像 很难辨别真假 他们经常花很多时间追查 到最后发现是假影像 非常浪费警力 有NGO统计 在短短的90天就发现至少10万个 跟儿少性影像有关的IP位置 但警方的网络犯罪单位大多人力短缺 设备也不够 所以只有不到1%进入调查 这除了浪费资源 也可能延误调查真正的儿少受虐案件 但制作或是持有完全由AI生成的影片 算犯法吗 因为主角根本不是人 美国司法部的官员说 这样的影片真的要有追究 也是可以找到法律来罚 但目前没有人被定罪过 网络上的讨论也很两极 有人觉得只要是跟儿少相关 不管是真人还是AI做的 都应该规范 有人则是觉得 就只是一张电脑生成的图片而已 要判罪太超过了 这个问题目前无解 但我觉得除了修法 AI公司也应该规范 自从ChairGPT推出之后 许多AI公司也一窝蜂的推出服务 现在网络上随便都找到 免费的AI影像生成器 而且做出来影片都蛮逼真的 但赶着推出服务 就会漏掉很多安全相关的规范 比方说 是不是要规范指令的关键字 讲到姓 儿少相关的字就要挡下来 或是公司发现 使用者生成非法影像的时候 要怎么通报执法单位呢 我们之前报道网红小玉的 换脸A片时曾经提过 这是新型的数位刑犯罪 在台湾还没有处罚潜力 制作散播 只能以触犯刑法的散布 威胁不品罪跟防害民欲罪 如果内容涉及未成年人 还会触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今天我想要问大家 一定觉得AI生成的假人儿少影片 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真人的那种假哦 要不要罚 留言告诉我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当LINE Today的国际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琦维的此类看世界 天文理精选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周中汉的小发明大革命 后天是凯莉的人物放大镜 我们周一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